bedtime video 我是i.T 有沒試過做運動的時候 突然間脫鞋帶 unleash your dog 大89 川, 打亂了你的鼻子 又有沒有試過 走一下街 突然間 朋友失説了 原來蹲下來的李卦 還要非常頻密 講到這裡 大家應該有去了 今天的暖的影片講什麼 沒錯 今天是教大家 如何複出 完美的鞋帶 今天主角已經準備好了 套鞋 馬上開播 開始了,平時的打鞋帶方法 都不外乎兩種 先拉一個圈 有些人就會把兩個圈 拿著 重疊在下面捐出來 這是其中一個 綁鞋帶的方法 第二個,這個步驟 就不會轉的 拿一個圈,繞在下面 這樣拉出來 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這些方法 在運動的時候 或者逛街的時候 都很容易掉 今天教你這個方法 我本人就實驗過 跑了兩個 跑了五個 五個全馬都不掉 那怎樣呢?第一樣是一樣的 第二樣都是一樣的 不過平時 你就這樣轉一個圈 就拉,今天就不同 轉多個圈才拉 這樣 這個效果是非常顯著的 你看到這裡是 非常實正的 而且呢 很難解的 不是很難解的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很難解的 其實都是捉住兩端 這樣一拉 就好像平時這樣 解刀鞋帶的了 有方法 和大家做多一次 都是平時這樣轉 拉 兩個圈出來 兜一兜 再兜一兜 先拉 那這個方法呢 是非常有效 下日幫好了 記住兩個結 兩個結才好收手 記住把這段影片介紹給你 身邊整天的鞋帶的朋友 希望每個星期一都有片 出道給大家看 拜拜 拜拜